所以这就是中正 它不能这样来召售动化 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够骗 所以你要练出轴心 用一个轴心来支持一个转转的转动的运动 有关创众的问题就是 从一开始到现在 从历史上当中越来越起这东西 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回答 为什么呢 我们一看这个门就可以了 它一个立轴 竖轴 就是上面有一个轴心 那你有没有这个这个的话 这个门是开的 怎么样让它不开 锁上 锁上就又让你一个地方不动 这个门上既有两个地方不动 它就双动了 所以我们身上它也是这个东西 你有两个轴 你双动你就开不了 开不了对方对力量大 你就画不了 画不了你的样子 那你要不想到你就绷出去 它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古人他老先生们他学练的时间久了 他非常的有经验 他就不用力了 你一做这个转 他用一点可以占下一个轴 你才绷出去 所以就是你们大家只能看到的问题 出现老先生们做这个 不是假的 我都亲自试验了 那如果要是和学中一块 配合时间长了 练得比较熟悉 我也能做到 但是跟人打架不一定做得到 因为地下一定多熟练 所以我们得现实一点 你在街上碰到 你能看到人手在那吗 但我们练拳的时候 你一推一会 哎不错 再推一次 再推一次 那这就是我们在做实验 我推三次 我看你留在他了 我再给你点上一个 一句 他都不会动了 有的人他憋住了 他不会蹦 他憋住了 他满脸 他都发情 他都冒犯 没有办法 但是我再把话说过来 如果你认为你真是在街上做了照的话 那你就是傻子 因为这个东西 事件和现实不太一样 因为他真正专业的人 他过去靠这个吃饭的 他的功夫相当豐厚 非常值 他是吃了口饭 就好像说你想想我们一个活动的人 我只是在加拿大拿到了几个学会 其中最高的也就是一个硕士学位 那我们可能说实际上 将有两年我就拿到博士了 说的简单 不是不一般 他世界上有多少博士 你们现在会不能动博士了 也不能动博士后 就这么一点 就不容易 我们就是说作为将权 大家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 他很简单到街上去 他就不简单 所以呢 比如说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政治的心理 不管怎么样 你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 你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 我们都是玩的 都是搞研究的 很认真 非常认真 但是不要当成你自己真正的工作 所以有这个工作的东西 和国家出力都已经是重要的 像我们这些老前辈子 都是一个省的国家的主要教练 代表国家队 他这里的确是有这个能力 那我们一个普通的 不要觉得说 我站在这地方看他也差不多高 这个差别非常的大 所以呢 就是说今天这个 说这个大师这个事儿 在大学交过学会议的一个大师 就是一个普通的传播者 不用再说这个 这个双重的问题 也 你